Hello,大家好,我是桂姨 昨天给大家分享脸眉翡翠福豆耳环 是满绿的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三对平安圈耳环 也叫甜甜圈 都是白月高 总水非常好 像这种耳环呢,我手里有很多对 但是出的差不多了 每次新货都有的 这次呢,两对是小的 一对是大一点点的 我手里好像应该还有一对大的 那一对今天就不讲了 以后有机会我再单独讲 这一对呢,就稍微大一点点 属于这种甜甜圈 都是白月光总水非常好 而且镶嵌都非常好看 像的都是耳圈的这种款 也叫耳胚 上面用的都是钻石 像这一对呢,像的都特别的豪华 钻石用的都特别的大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三对耳环呢,我们用从 镶嵌的角度来看的 这一对镶嵌稍微便宜一点 这上面钻稍微小一点 这两对钻石用的都比较大 其实三块不是铜料的 像这个呢,它就像带一点点 像那种湖水绿色的 带点绿茵的底子 像这个呢,就是属于 纯的那种白月光 特别的白 这里面稍微有一点点 像那种雪花棉的那种感觉 其实总水都非常好 手上都能看着 像这个呢,就是纯白的 它俩有一点点像 但是它俩又不是一个料子的 这个圈呢,稍微大一点点 这个圈要小一点点 我们拿尺聊一下 这个规格呢,是15.4 不是特别厚,比较薄 2.4个厚 12.5 这是3,这比较厚 12.7,这个也比较薄 这个是12.7 厚度呢也不错 3.1的厚度 我们看一下这一堆的 镶嵌的手法 我们来看这一堆 这一堆呢,其实不是 这一次的新货 这是上一次的货 这个袋面比较大 钻石也比较大 上一次的耳圈 应该是三四堆 好像基本上出了 就成这一堆了 总水抽合的 品质都是完美的 这上面用的都是大钻 这个驴都是帝王驴 缅甸的驴 缅甸的翡翠 不是那个威料 威料的那个绿色呢 颜色又发 暗,发灰一点 这时候威料没有这么厚 没有这么厚的蛋面 它那种蛋面特别薄 像这一堆耳圈 刚才和那个 镶嵌手法一样 钻石都用的特别大 镶嵌都比较贵 上面用的都两个大钻 像这种 耳圈的这个 耳拍的这个 形状都特别好看 中间的块 脸边的窄 中间用个大钻 点缀了一下 这一堆的价位是 两万五 刚才这一堆呢 是两万二 这一堆 这一堆是两万九 这一堆 这一堆像铅呢 要稍微简单了一点 没像刚才像的那么豪华 这个圈呢 要小一点 窄一点 上面有了一个小钻 都特别好看 品质都是完美的 总维都非常好 我带了一个大的 这是大一点点的 我特别喜欢带大的 这个呢 稍微小一点点 其实大小都够用了 因为十二点几 基本上也可以了 这是那个小的 那个效果 这是两个效果 这三对耳环 像这款是 大家都知道 特别时尚 特别新银 我们家的款 都是新款 因为是都是 货都比较近 因为货更新的快 所以老款 基本上都出了 款式特别新银 特别好看 就是我们家这些款式 所有的人收到货以后 没有说 哎呀老板娘 你做工不行 款式不行 很少 就是所有的人收到货以后 都非常的满意 就是款式设计这一块 翡翠的品质这一块 都非常的满意 好 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拜拜 明天见